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毒心 Coneum maculatum 他叫Poison hemlock 毒心 相信大家都听过 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他的死亡 苏格拉底是一位很出名的哲学家 他一直都是教导一些人的独立思考 当时因为这些教导被认为残毒那些年轻人的思想 结果被判死刑 当时死刑是怎样判呢 就叫他吃一些毒汁 就是喝毒心 毒心是一种毒药的 刺死就是喝毒药刺死的 历史就有记载他当时 苏格拉底是喝了毒心之后 他那种的感觉 他当时看到 就是慢慢地就出现一种向上行的痰瘩 就是由脚底开始慢慢向上出现的痰瘩 那最后呢 就是令到他是呼吸停顿而死亡的 那在跟着下来呢 我们在同学疗法里面 是研究这个疗剂的实现的时候呢 发现那个毒心的症状呢 就包括那个暴力走路有困难 或者是突然之间就没力 走着的时候突然之间没力 那还有呢 这个人是很震震 就是有一种震震的身体 那还有呢 脚是又僵硬又痛的 那这种的情况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出现在年纪大的人里面的 那通常在年纪大呢 是一个慢慢地会比较虚弱啦 是会避得倦啦 倦妥啦 就是没什么力啦 那局部的充血呢 还有人是很呆滞的 这些这样的 就是一般在毒心是出现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疗剂呢 对一些老人家 年纪大的人呢 当他慢慢地 或者是提早衰老 或者对一些 没有结婚的老姑婆 或者是处男的 也都有一些 那些年纪大的人 因为他的过度的耳术 那个手淋呢 是导致他的毛病的 好了 那毒心呢 通常呢 是会 那个功能呢 是会在一些 在这些线体的系统呢 出现呢 充血啦 以及硬化的 令到他的结构呢 是改变了的 那也都是在这些 有些癌症的 或者雷痺病的毛病呢 是出现这种这样的症状的 那毒心呢 也可以用在一些 在感冒之后呢 当一种保药的那样的 毒心呢 是对一些 因为受伤 因为受伤 乳伤 导致的乳癌 那通常呢 受伤之后呢 出现一些硬结啦 以及乳房发炎啦 以及乳头乳房发炎啦 将一些硬瘤 即那个乳房的肿瘤 是很硬的 跟着溃扬 那毒心呢 亦都一个很好的疗劑呢 应用是那些 缓云 那些人天船地转 那些那些 當你閉上眼睛時,它就會流汗 毒心亦是治療前列腺癌 以及肱頸癌的首要療劑 在肱頸出現變化,第一個症狀是肱頸出現硬結 通常肱頸的感覺就像鼻尖的軟骨 當這種彈性軟骨的感覺,如果子宮頸變硬化之後 可以說是一種慢慢傾向癌的問題 所以這種情況,可以這樣說 通常指出子宮的細胞出現異變 我們很多時候進行一些膜頸檢查 子宮目頸檢查就會首先發現這個情況 我們遇到這些前列腺問題 年紀大的人開始前列腺出現問題 你會發現牠的排尿比較軟弱,開始滴流 亦都出現前列腺開始硬化 在早期的話,如果我們及早治療 即是未接受過放射或者化療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將牠扭轉,可以治好 但如果遇到一些前列腺癌 牠已經做過手術、化療、電療 或者牠已經擴散到骨 那樣情況就比較難,難於根治 在遇到乳癌,通常乳癌都是有時候 因為乳房受到創傷,撞傷之後 慢慢地出現的乳房是有份硬化 這個硬化,如果即時處理得不好 不要及早去處理 所以這些乳房,因為創傷導致乳房的硬化 慢慢地有機會會變成乳癌 所以我們逢見到這些情況 我們要好好的,要積極去處理它 積極去處理這些乳房出現硬化的問題 而通常這種情況,病人 不感覺痛,乳房的硬化不痛 但還有一種情況,如果我們發現 乳房開始萎縮 或者正常的乳房慢慢地縮小 萎縮,這個也是毒心的主要症狀 除了毒心,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DIN,IODAM IODAM,DIN 亦都是處理乳房無緣故萎縮 這個亦都可能會與乳癌有關係 那女性呢,如果是現在的乳癌發生率都比較高 其實有什麼可以預防呢? 第一,就是經常進行乳房自己按摩 每天早上五分鐘或晚上在洗澡的時候 有機會自己進行乳房的乳部按摩 這個會幫助很多很多問題 幫助經前症後的問題 可能乳房的經量太高 其實很多很多女性的問題 都可以用這個按摩乳房幫助得到 還有一個情況,乳癌為何這麼高呢? 是已經有些科學家發現 原來經常帶胸圍的女士 她的乳癌的機會亦都會高的 相應越高 時間帶胸圍越長 乳癌的機會越高 所以一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胸圍會阻擋你胸部的乳房周圍的臨巴流通 那這些臨巴的流通 是堵塞也會增加乳癌的風險 另外一個應用毒心的就是緩雲 尤其是年紀大的人的緩雲 是一種衰老的過程 很多時候他們會覺得人很虛弱 經常躺在床上不動 當這些老人家發現 當他們要轉身或扭轉頭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天旋地轉 這種這樣的老人家出現的 轉身轉頭出現的緩雲 毒心是一個很有效的療劑 毒心亦都可以應用是一些病 如果是毛病呢 毛病呢 因為性慾或性活動是受了抑制 因為長期的可能主男主女時間長久了 他們出現很多不同的健康上的問題 這種情況呢 毒心亦都是一個很好應用的療劑 當然呢 對一些老人痴癌症 Alzheimer這類的問題 記憶力衰退 這個呢 毒心亦都可以在這方面應用得到的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眼 尤其是那些微光的眼 那些眼睛特別對強光很敏感的 那當然呢 另外一個用的療劑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炎 Nature Muriaticum 這種 那但是呢 如果你發現呢 如果一個女性 有子宮頸的細胞疑變 或者呢 是子宮頸結硬的時候呢 就加上他這些這樣的怕光呢 那這個呢 肯定呢 那個 毒心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那毒心呢 也都可以應用一些悲哀的情況 的療劑來的 最主要呢 好像可能因為財產的損失 好像黃金Orum那隻療劑一樣 或者因為那個愛人呢 是死去 那尤其是呢 一個經過長遠的長時間的病患 而最終死亡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那還有一些地方就是一個癱瘓的症狀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呢 就是上痕性上升性的癱瘓 還有呢 是多發性的癌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那這些也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通常呢 我們會見到一個 好像是鹽型的療劑 它有悲哀的經驗 皮膚乾 怕光 要戴太陽眼鏡 不忠人安慰 那在多方面呢 你都覺得應該是一個 那個鹽型的療劑 那但是你試過鹽型的療劑之後呢 效果不太好呢 那你就可以想一下呢 是用毒芯這個療劑 所以毒芯呢 是一個適用的時候呢 是很好應用的 那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有機會用得到 幫助到大家 對處理健康的問題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渣電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